作為政策 其實我有做過公共協會 公共協會在規劃處構造過 公共協會有從事的大型公司 我就開始做一些比較有趣的 多數學院的項目 在一個城市規劃師教計劃和發展 並不是監獄教育 最主要就是外國的教育 香港同事的教學 為何這麼著重於香港教學 因為香港很多的時間計劃 或者一些計劃和發展的想法 與外國實質操作時是有些差異的 在這些情況下 香港也是比較小小的 因為整個發展都是 計劃、土地和建築 正正是因為這樣 我們就可以把這件事 完全融合在這個計劃 因為如果我們說一個 專家製作者去找一塊地的時候 其實你知道香港其實 地多又不是很多 例如說它少其實都還有 怎樣選擇一塊地 令到它的投資可以得到回報呢 其實要很小心去調查 以往都有不同類型的學生 例如我們有一些是記者 有些是一些工業大廈的主持人 我們有一些銀行家 我們有一些銀行家 我們有一些管理 其實也是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同學 也會在這裏 現在的只顧客 其實質素都很不錯 但他們更加需要知道整個香港 如果想在香港習慣的話 其實他們要知道更多香港的知識 例如《時間計劃》的朋友們 有哪個想法呢 文化是怎樣呢 攝影機局對於優先的角度是怎樣看呢 怎樣去計算 怎樣可以有一個適當的相似 這些其實需要很好的掌握 一個學生 如果是有那個 明白到自己的專長是甚麼 自從開始 我們的特首不斷地說 去全面做一個回合 我們在說一些不同的大型工程上馬 很多建築要開始行 公共居住 或者是公共居住 或者是土地共享先導計劃 其實這些全部都是機會 而我們在政策支持的情況下 不斷地捉進土地的發展 只要任何的發展 是會被政策所提倡的時候 其實機會就在裡面 我覺得施政報告說的 是說十幾萬二十萬個 三十萬個 你就可以可想而知到 究竟現在在我們這個行業的前景是怎樣 我們多數其實 教學的時候就不是真的教學 我們更加多是說 如何將事情分享出去 我們的學生 就是提供最基本的解釋 之後就讓各位同學 在課堂裡面 自己去互相學習 就可以做一個綜合 在這個過程裡面 大家就不僅僅在學習實體的東西 而是每個行業不同的同學 對於實體的一些概念 都可以在課堂裡面吸收到 我們說 他需不需要去學一些 歐拉松林計劃的東西 他可不可以解釋到 歐拉松林計劃裡面的資料 他的詞彙是否適合 究竟同學要有一些能力 去理解到一個政策 為什麼政策會這樣實施 怎麼可以從這個政策裡面 找到商機 契業本身有什麼責任 有什麼是你要浪費錢 有什麼陷阱 有可能不是陷阱 有可能是一些不同的機遇 有些知識要多一點 可能剛才我們說 環境的東西 我們要懂得多一點 我們整個地區計劃的程序 要懂得多一點 列列的不同的程序 我們要懂得多一點 我們走整個發展 由計劃去建築的程序 究竟如何走 又要多一點 究竟建築有什麼例 是計不到GFA 有什麼例是計GFA 更加要明白 因為GFA其實就等於 其中的發展的價值 注意這些事情 求國華 那每個月 然後你會不會去按燈 那麼多 你會不會去廣東 那樣 你會不會去廣東